前年我們開箱DJI的Action 3 那時候我記得我說過 這是一台超適合騎士記錄騎型的運動相機 穩定、易用 幾乎每次出門騎車我都會帶上它 而時過一年 DJI Action 4 也在市場上誕生了 這次我們就來好好的看看 相比Action 3 這一台更全能 更專業的運動相機 DJI的 Action 4 Action 4 先說說我的使用情況好了 因為自己本身大部分都是騎摩托車旅遊 騎車就不像開車坐車有比較大的空間可以放器材 所以東西需要盡可能的精簡 同時騎車也是一件需要高度專注的事情 左右手沒辦法騰出來再拿一台相機拍攝 所以一台足夠小巧可以固定在我想要拍攝的視角 同時可靠、畫質優秀、不畏風雨的機器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 首先外觀上 DJI的Action 4還有Action 3 如果你遠遠的看 應該會分辨不出來哪一台是Action 3 哪一台是Action 4 長得幾乎一模一樣 同樣的機身外殼 可以無損畫質、數值拍攝的防護框 前後可觸控的雙螢幕 磁吸配件 DJI的運動相機系統 我覺得有一點真的很方便的就是 它這個磁吸快扣 像這個原本裝在我安全帽、下巴、指甲上面的運動相機 我只需要拿下來 然後接著再把它放到這邊 我甚至用一隻手就可以完成了 對比這個GoPro如果今天我下車了 我想要把GoPro移到其他的位置的話 我需要轉這個螺絲 那這個花的時間就會比較長一點 所以它這個磁吸的支架系統 我真的非常的喜歡 機身只有細節處稍稍的不一樣 從鏡頭開始說起 鏡頭上這次很自信的寫上了 1.3英寸、F2.8以及155度 鏡頭裡面 從原本Action3的1.7英寸的感光元件 升級到了1.3英寸 相比Action3大了整整65% 同時也比GoPro大了將近整整一倍 這一點最直觀的改變就是畫質 在光比極為複雜 或者是低光環境下的拍攝 有非常明顯的提升 一直以來我們就熱衷於接近大自然 所以前往的地點 也越來越往山林深處前進 面對到的環境也就越來越複雜 從森林到山洞 甚至一路騎到晚上 這塊同樣藏在Oli的色溫傳感器 讓我騎乘在複雜光源的環境下 就算開啟自動白平衡拍攝 也能得到穩定的自然色彩 同時Action4也算是解決了運動相機 在光線不足的時候 照點滿天飛的問題 現在到了晚上 我還是會很願意拿他出來拍啦 好現在我打開了Action4的 弱光真蚊還有低光增強這兩個模式 時間大概是晚上的9點多了 以我們這個騎車的經驗來說 其實我還蠻常遇到這種情況的 就是在外面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騎的沒有路燈的 在晚上的時候我們進到另外一個地方 光源通常也是比較少的 那Action4這個 弱光真蚊還有低光增強 這兩個模式 我覺得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現在拍起來這個效果怎麼樣 弱光真蚊就是Action4 它會維持一定的快門速度 讓拍出來的畫面 不會因為動態模糊 而產生細微抖動的情況發生 那低光增強 Action4它則是會自動偵測拍攝環境 來調節參數 讓你獲得最高品質的素材 那其實在以前我們在晚上的時候 出去拍片 其實我還蠻不想要拿運動相機出來的 其中很大原因的一點 就是因為它在光源不足的時候 它的噪點真的是滿天飛 整個畫面看起來就是閃閃八光的 那現在Action4有這兩個模式 拍攝出來的素材 真的是完全可以使用 甚至我們也不太需要經過太多的後置 就可以直接把畫面丟上去了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是非常棒的 另外一點就是這155度的拍攝視角 我曾經說過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為了給同樣愛騎車 但是可能沒有時間騎的觀眾節節影 只要是在摩托車上的畫面 拍到手把這件事 我也蠻在意的 觀眾看起來可以更有臨場感 而Action4除了做到這一點 我覺得對於超廣角帶來的鏡頭畸變這一點 它同樣也修正的非常好 拍攝遠處的風景 不會有那種 嗯...地球真的是圓的...的感覺啦 畫面看起來真的非常的舒服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上一代的Action3出來之後 馬上就進行了一次更新 那一次更新加入了有著10比特色聲的D-Cinelike 而Action4除了傳感器變大了之外 這次也加入了10比特色彩的D-Log M 我對D-Log M這個色彩模式不算陌生啦 因為自己本身使用的空拍機 Mavic Air 2S Mavic 3 Classic 或者是DJI的Avatar 拍的時候也同樣都是拍Log檔 可以捕捉到更大的動態範圍 所以也已經很習慣用Log來記錄了 同時Action4現在 也可以在運動相機內 直接調整瑞化還有降噪 目前我都是把瑞化調整到-2 降噪-1 而如果覺得拍Log很麻煩的朋友 現在也只要打開普通模式的 HEVC壓縮格式 拍的直出畫面 也同樣會是10比特色聲 我覺得這也算是面向更大眾的使用情境啦 雖然說之前Action3的UI介面 對我來說已經非常夠用了 但是在Action4上又更進步了 很多時候我拍完素材 都會直接在相機上重播 看看剛剛的素材可不可以 現在在Action4上的播放功能 除了這個螢幕的清晰度已經很好了之外 有幾點我覺得一定要好好的來稱讚一下 首先第一點是聲音的調節 Action3上的聲音調節只有三段 靜音 音量小 音量大 而現在Action4 則是可以無極調整 第二點則是 現在在播放素材的時候 一共有三段的速率可以調整 最讓我覺得特別的就是 竟然還可以0.5倍播放 Action4支持4K120幀的錄製 所以在拍到一些精彩的畫面 搭配慢動作播放 就算直接在運動相機的螢幕上面看 也能有一種 WOW的全新體驗 而要說機身上如果還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在機身頂部的麥克風 從原本Action3上的兩孔 變成了現在的八孔 其實在Action3上的收音 我覺得真的已經很夠用了啦 好那現在是我使用DJI的Action3 直接錄製拍攝的聲音 你可以聽聽看怎麼樣 現在我周圍有一些鳥叫 風聲 然後旁邊有一個工廠 你可以稍微聽聽看現在的聲音 大概怎麼樣 那接下來我換用一段 GoPro11錄製的聲音 現在你聽到的聲音 是GoPro11直接機內錄製的聲音 現在周圍一樣有鳥叫 旁邊一樣有工廠 還有微微的徐峰 那你可以稍微比較一下 跟Action3有什麼區別 那接下來呢 我用Action4來錄製一段聲音 你可以再聽聽看 好現在你聽到的聲音 是來自於DJI的Action4 機內錄製的聲音 那你可以稍微聽聽看 跟Action3還有GoPro11 聽起來有什麼分別 那如果你覺得使用運動相機 機內錄製的聲音 你還是不喜歡的話 沒關係 現在DJI的Action4呢 還出了一個 我覺得非常有質感的這個麥克風 多了這個麥克風 基本上在我停下車來之後 我只需要把小小麥克風拿出來 固定上兔毛打開 接著 我就可以得到一段 沒有周遭噪音干擾的素材了 好我現在把Action4連接到了 這個DJI Mic 2 我覺得這個外觀上 看過去非常有質感的麥克風 你可以稍微聽一下 跟Action3 還有GoPro11 還有剛剛Action4機內錄製 它應該會少了非常多的環境音 就是風聲應該也少了蠻多的 那我覺得這個無線的藍牙連接呢 對我來說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好用 我真的非常喜歡它 當我們在騎乘摩托車的時候 我們身上的行李 真的裝不下那麼多東西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麥克風體積小巧 基本上在我連接一次過後呢 下一次我想要再使用 我只要把我Action4打開 然後也把這個麥克風打開 它就會自動的連接上了 這一點我真的非常喜歡 好那除了這個麥克風的配件之外 我這邊還想要再額外提到一點 就是這個減光鏡 很多時候就是有朋友也有問我說 看那個時速表 速度明明就沒有很快 但是呢騎乘起來 他們看到影片的那種感覺呢 卻是有點速度感的 首先呢我們需要把我們的Action4 設定成手動曝光 那如果你是拍4K30幀的話呢 就把快門速度設定到60分之1秒 如果你是拍攝60幀的話呢 就設定成120分之1秒 在你這樣設定完之後呢 你看到的畫面 就會像我現在Action4的畫面一樣 非常的白嚴重的過曝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這個減光鏡就非常的重要 這個就是減光鏡 那我們只要把我們的減光鏡裝上去之後 你就可以獲得一段曝光非常正確的素材了 那當你把這個減光鏡放上去之後 然後你的快門速度也設定成 我剛才所說的那樣的話呢 騎乘起來 就算你的時速只有20或者40 但是呢看這個畫面 你應該也是可以非常深刻的感受到 喔速度還蠻快的 我個人是還蠻喜歡的 Action4還有GPS藍牙遙控器 可以讓Action4在關機的時候待機 使用遙控器按一下 開始錄製 記錄下當下騎乘的路徑軌跡加速度 拍完素材 再接著到手機上的DJIAPP後製 讓整趟騎行 看起來更加的專業 所以啦 當你使用了減光鏡 麥克風 GPS遙控器之後 把它們三個融合在一起 你就可以得到一段這樣非常有質感的素材 講完了以上這一些 最後來說一說續航 如同前面所說 Action4的機身與Action3幾乎是一樣的 所以呢這就代表著 Action4的電池與Action3是同用的 一樣有質感的電池盒 裡面裝的 同樣是1770mAh的電池 而以我的拍攝狀況 我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設定在4K60幀拍攝 從跨上車一路拍到下一個停留點 所以打開我的素材來看 每一段幾乎都是超過20分鐘的檔案 一顆滿電的電池拍到沒電 拍攝時長可以撐超過80分鐘 甚至我都覺得已經拍了超過一個小時 應該要換電池了吧 結果插上去之後 它電池還顯示橘色的 使用到現在 更完全沒有當機還有過熱的情況 同時Action4也支持快充 可以在不到20分鐘的時間內 充電到80% 使用的體驗上真的很好 近年來運動相機已經不能只有滿足 白天戶外的拍攝需求了 Action4 我覺得真的是很適合騎士 紀錄你的騎行過程的一台相機 155度的拍攝視角 簡易好用的UI設計 穩定可靠不易熱當的拍攝過程 更加優秀的畫質 同時可以在夜晚拍攝優秀的畫面 各方面都讓我覺得無可挑剔 唯一一個缺點 大概就是因為我也想把 紀錄另外一個視角的相機 也換成Action4 用過之後只會覺得 應該要再買一台啦 有要噴錢了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